Scott K Campbell 我是一個保護官書的孩子 我曾經在山里爆 Communications做幾天就出來了 我是一個保護官書的孩子 那个老师骂他 我们家人是那笨手 跨下来 不要来帮助 看着你就好 那个学生 在他56岁55岁的时候 拿到全国的十多奖 而且我是大学第一名 谢志谋从小在家暴家庭长大 他讨厌家里 也不喜欢念书 于是他成为中错生 混帮派进看守所 当我回顾自己 从小被父亲家暴 然后妈妈被家暴 你又没办法保护妈妈 包括后来我进入学校 中错的经验 到后来我混帮派的经验 然后手考着 然后走在中立的街头 然后坐上一路公车 送到地方法院 然后沿路的路人都骂我 心啊 笨手 败累 我觉得那个生命当中 其实是很多的伤 很多的裂痕 有一天你被警察官 去被刑囚的时候 我也要恭喜你 因为这是苦难的开始 因为苦难才是生命当中 很有滋养的 很有力量的滋养方式 那我包括自己的忧郁 包括沮丧 包括尝试 企图想自杀 那这样的过程 当我迎着信仰走过来以后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 生命有了裂缝 光才能够透进来 当我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去面对我自己生命的裂痕的时候 反而成为别人的祝福 被拆 用力拆 老婆 冒险教育让大朋友小朋友 有了喜怒哀乐的出口 也成为小毛老师 关爱的传身筒 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因为陪伴 因为接近 我们更看得到这个孩子的真实 如果他在学校 他可能隐藏了真实 可是在户外他情绪不好 或者说他生气 他会表达出他的情绪跟想法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理解这个孩子 我们会在户外里面 有一些对话跟引导反思 二十年来 谢志摩带领学生 盘登喜马拉雅山 在尼泊尔 印度与泰北 募款盖学校 在国内外 华都木舟 骑单车 透过户外体验的冒险教育 把学生从黑暗的记忆情绪中 带到全世界 从一个混帮派 进出看守所的忠措生 到后来 能带领孩子 走出黑暗心魔的老师 谢志摩回首这一切 觉得这当中 都是信仰的力量 很感恩在这一段生命历程当中 我有这一段非常痛苦 害怕恐惧 为了活下去挣扎 然后面对自己 一个人在山上躲起来 一个四岁的孩子 五岁的孩子 我不得不勇敢 不是那么多人 有这样的 我说福分 可以经历那么大的伤痛 老师他的世界观非常的大 所以当他对一件事情 不是那么设限 或是当我们一般的人 都会提出 这是不是很难啊 很危险啊 其实当他去跟你分享 他的经验的时候 你就会试着去 想要由自己的眼睛 去看看那样的经验 那样的过程是什么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 温暖 而且我觉得他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以身作则的老师 会让学生 除了更加贴近你以外 你学生会更容易 跟你讲一些 他心里面的话 我们每个人在分享的时候 他都是静静地听 他不点头 他也不摇头 他也不会立即给你任何回应 我觉得那种倾听 是让你很愿意继续去说 一次两次三次 就是慢慢跟老师去带课程 然后去带其他人去登山 因为我也很希望 老师当初带给我的感动 我也可以带给更多人 然后影响更多孩子的胜利 然后在美女的看法 又是事业的 你会来自苏 你会来自苏 还是事业的 我还是事业的 你会来自苏 也会来自苏 然后坐着 你会来自苏 你会来自苏 那种主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